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招着一只手提包,要求查看 并拉开了包 这时他就突然被一股巨大力量弹出 男子身体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他撑包气车,跳了出来 瞬间便咬死了这名警员 另一名警员颤抖着举起手枪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惨叫 我们男主阿京 是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高中生 这是个单亲家庭 他与父亲二人相依为命 电视中播报着 昨晚警员遇害事故的新闻 课后同学们议论着 昨晚的警员是被大乡性一样的家伙干掉了 相约去事发地点成泽山探险 瑞济与阿京是青梅竹马 阿京一直喜欢瑞济 而瑞济真正喜欢的 却是学生会会长圈导 这位帅气的蓝发小哥就是会长 此时一批士兵正在前往成泽山 去捉拿昨晚再逃的实验体 夺回单元 这位司机大叔就是实验体 他要把单元带到约定地点 变回原来的样子 此时来捉他的士兵已经到了 躲在暗中的大叔 看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默默掏出一只手来 准备和他们拼了 看着也家人的合照 期待着能骗回原样回到家人身边 此时士兵们已经发现了他 将他团团围住 于是他开始要怪就着变身 转瞬间变成一只比昨晚更恐怖的巨兽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来抓他的队长也会变身 队长变成了一只更恐怖的尖角怪 此时整日无所事事的阿京 与好友哲郎正在重泽山聊天 队长三两下便将大叔按在墙上 你这只小白鼠还想打赢我这完成体 于是大叔拉开了手来拉活 父亲冒起了黑烟 一只初代XBOX掉落在他们身边 闪着白光 浓烟渐渐散去 队长受了伤 而变身后的大叔直接倒在了地上 他们要找到单元也被炸飞了 士兵很快找到一只 但单元一共有三只 要全部回收 这个酷似XBOX的玩意儿就是单元 哲郎好奇的上去拨弄 见没什么危险 直接拿了起来 阿京有种不好的预感 劝他别动 但哲郎不听 阿京上前去抢 却不小心触动了机关 单元再次发光 哲郎吓得直接将他抛给了阿京 这一秒 阿京感觉他是活的 随后单元迅速散开 一堆像触手一样 凝乎乎的东西扑到他身上 阿京感觉无法呼吸了 全身毛孔中有什么东西渗入 整个人变成了这副样子 救救我 哲郎救救我呀 这时头上的核心再次闪耀着光芒 阿京连连后退 掉入了水中 这时怪物队长已经带人找到了这里 被看见了 没办法 把他干掉吧 哲郎被眼前这个可怕的东西吓得倒地 在被塞的前一秒 阿京已穿上了方才的蓝色铠甲 出现在身后 你是什么人 阿京嘴上冒着气 举起了右拳 怪物队长出拳攻击 却被阿京轻松扳起胳膊 推了回去 笨蛋 比例起你以为能赢得过我吗 阿京却摆出了战斗姿势 双方手钻着手 原地对抗起来 头上的核心再次闪着光芒 怪物队长的双臂竟被硬生生掰断 队长不甘心 顶着鸡就冲去 阿京将它按住 片刻之后 怪物队长全身爆开 被阿京干掉了 士兵们紧急撤退 这时阿京喊出了卓郎的名字 是阿京吗 嗯 阿京竟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看到自己的手 才想起刚刚 自己以为单元吞噬 变成了水中这副样子 阿京抱着头崩溃的大叫 深深的铠甲 竟随之从它身上解开 合成一体后 渐渐沉落水底 方才的一切 就像根本没发生过 而此时 第三个单元 被另一个神秘人捡了起来 第二天 阿京发现 自己背上出现了 血多肿泡一样的东西 昨晚事 令阿京心有余悸 告诉父亲自己不舒服 今天不去上学了 父亲关机的上前询问 阿京的反常举动 令父亲生疑 却也没有多想 瑞姬是哲郎的妹妹 得知阿京身体抱恙 哲郎脸上闪过一丝忧虑 途中 哲郎跑去 找相熟的田中警官 询问昨晚成多山的事 警官只说昨晚那里有爆炸 先进者进入 其他就一概不知了 而卓郎也没在网上 找到一次相关报道 莫非是新闻封锁 在同学的提醒下 卓郎蠻然想起 有没有可能 是出于军事磨叽的生物兵器 梦中阿京又想起了 昨晚的恐怖经历 醒来后 卓郎正在身边照顾他 瑞姬也端了亲手做的食物 真是太贤惠了 怪不得阿京对他一往情深 阿京将自己背上的变化 让卓郎看了 好在并不严重 目前看来 那些士兵并没有看到阿京的本体 但卓郎的样子 他们已经见过了 此时回收的那只单元 正运往神秘组织 克诺斯的日本支部 部长告诉士兵 你们碰到的那个怪物 就是单元凯普 下令派出增援 无论用什么方法 也要找到凯普 这个单元在全世界只有三岗 此时总部派的利斯克检察官 也来到了日本支部 要求看看刚送到的单元 卓郎分析 那些人或许不会贸然行事 他们也害怕 自己的秘密会被曝光 猜错他们背后有个庞大的军事组织 而那个粘住阿京的怪物 或许是一种生物兵器 是以生物工程 和遗传基因控制制造出来的 作为兵器使用的生命体 能轻松扭断肌肉怪的手臂 那种力量太神奇了 回去的路上 哲郎被两人叫住搭话 鸭蛇帽大叔掏出刑警证 要和他了解一下 程德山不明报答的情况 哲郎正好想找人倾诉 这时阿京也来了 二人却一起被带到了一个废弃餐库 将二人推进餐库 关上了门 原来他们是克诺斯佐治派来的人 掏出单元照片问题下落 哲郎说不知道 于是一位射兵摘掉头盔 瞬间变成了一只蝙蝠模样的巨兽 哲郎只好对他说 那个怪物在湖里 但头领不信 因为他们也派人调查过那个湖了 啥也慕有 快说 单元凯普在哪 原来那个叫凯普 凯普 阿京背上闪的金光 凯普在他的呼唤下突然出现 与阿京融合在一起 一人持轻便射 子弹射在凯普身上 却都被弹了下来 凯普居然毫发无伤 士兵不小心跌倒 子弹向蛇狼射去 凯普迅速射出激光一样的东西 挡下子弹救了蛇狼 士兵们的任务是 捕获并回收单元 这下正好省事了 他们瞬间变成三只蝙蝠怪 其中两只擒住了凯普的手 凯普却轻松挣脱 一拳便击溃一只蝙蝠怪 太强了 而又像杀鸡一般 干掉了另一只蝙蝠怪 最后这只也不费吹灰之力 让它归了西 头领尖撞 也瞬间变成了一只 相貌丑陋的怪物 张开肩膀上的壳 喷出两束威力巨大的射线 这是高功率雷射光线 我只是这么调制成的生物兵器 说吧 连连射出雷射光线袭去 被凯普一一闪开 怪物准备向啄狼开火 阿精瞬间挡在啄狼身前 下预设掀开两只胸杖 胸口冒着滋滋白光 与怪物对射 但明显还是阿精的粒子 泡胃力更强 整个仓库被开了个大洞 怪物被射得灰飞烟灭 它可是日本支部最强的兽化兵 会长近距离看到了这一幕 再看科诺斯日本总部内 几位高级首脑 看到了这扇明威单元的玩意儿 检察官将主动触动开关 整个人瞬间被这团 减糊糊的东西裹住 而第三只单元 原来被会长捡到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一段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 现已提前更新完毕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